欢迎收看988聚焦东盟 你好我是Stephanie舒婷 受到国际关注的中国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昨天25号正式投入营运 比原定的9月30号提前了5天开通 为中国即将举行的建国70周年 送上了这份国家标志性礼物 那如果你以为这是普通的机场 那就大错特错了 它被定位为全球的大型国际枢纽机场 拥有多个世界之最 包括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体机场航站楼 世界施工技术难度最高的航站楼 世界最大的采用隔阵制作的航站楼 那另外呢新机场还拥有最大的地缘热泵系统工程 这很重要哦 因为呢地缘热泵工程可是再生能源 相当于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6万吨 相当于种植140万棵树的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绿色节能 所以呢大新国际机场啊 坚持绿色建设的理念 高效利用各种的能源 是目前全中国运用可再生能源比率最高的机场 被誉为绿色新国门 那另外呢大新机场占地至大约4.05万亩了 预计一年的客流量是1亿人次 起飞的飞机起降量呢是有80万架次的 还被英国的卫报评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首呢 和沙特王国塔港珠澳大桥等等文明世界的建筑是起名的呢 好了大新国际机场建成了 可能有助于中国人出国旅游呢 那当然在这之前呢 中国人也是非常喜欢出国旅游的 阿国大的一份报告就指出 日本是最多中国人在十一国庆黄金州选择的旅游目的地 而泰国是排在第二名 紧接着三到十名分别是香港 台湾 菲律宾 韩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和越南 那这样算来呢 东南亚占了五个位置呢 为什么泰国会深受中国游客的喜欢呢 那原因呢有多方面的 例如泰国的物价不高 以及泰国政府延长了落地签证免费措施的实施时间 都吸引了很多的中国游客前来旅游的 再来跟你聊一个最近受关注的课题 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行动高峰会登场了 引起世界的关注 全球130个国家各地发动了一场 规模空前的罢工罢客行动 那这是在16岁瑞典环保斗士少女Bretta 持续星期五的罢客示威号照下 所发起的一项行动 那联合国最近的报告就指出 2015到2019年成为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 加快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联合国秘书长布特雷斯还直接表示 世界各国正在输掉对抗气候变化的这场比赛 情况难道不迫切吗 单单说看东盟来看 这几年连续不断遭遇干旱 水灾 灵火 烟埋 地沉等等的问题肆虐 我们对抗气候变化已经是克服容缓的事情了 那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的泰国总理帕拉玉 在演说的时候就指出 东南亚国家希望能够在2025年 达到节约能源30%的目标 那同年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呢 希望能够达到23% 各国也会定出燃油消耗量的标准 包括要减少交通燃油的排放量 帕拉玉同时也呼吁已经开发的国家 在融资方面的承诺 以加强与气候相关的这些金融援助 他也表示这些援助呢 是安全 可靠和永续的 好了 今天的聚焦东盟就为你跟进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